i never made it but i know i'd take some motivated by a mix of emotion got my statement and i'm reading it slow so i can understand it fully appreciate my standing go out of this world 这个是我们的五号车粉红色的五号车然后现在来眼镜桥站 来去眼镜桥这边到了然后你可以看阿伯那边站了一个指示标往这边走就是去眼镜桥站 那我们现在赶快过马路来去眼镜桥站 他在两个站的中间要走一点点路但是不会太远 很可爱 来去很热门的景点就是那个桥啊它透过浮面的道理它就可以呈现出一个眼镜的形状 然后它好像有一个都市传说是在桥下好像捡到什么爱心的石头啊跟爱人的感情就可以长长久久 我们来去看看 快耶刚那个车站走下来其实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到眼镜桥了 这边有一个桥这个是一个拱门而已 它的后面那一座就是眼镜桥 它们可以一边走过去 可以看到桥上其实那边有很多人在拍照 很方便耶 真的真的来长期一定要透过这个路面电车来 路面电车来体验一下这个各个景点的风景 方便又迅速 它安排得很好 我觉得日本在观光这一块真的是很厉害啦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眼镜桥了 眼镜桥是位于长期的中岛川上面 全长大概是22公尺 在日本石座的拱桥非常多 但眼镜桥算是最古老的一座 而且难得的是有两个拱门的形状 天气好的时候比较容易看得到道理 在桥上有柳川跟南天白云的印象 拍出来也是非常的漂亮 日本溪流的环境维护一直都维持得很好 可以看到那个水质非常的干净 下面都有很大只的鲤鱼 来到眼镜桥也可以留意看看 找不找得到传说中的爱心石哦 哇 天的湖水干净到可以看到有鱼 鱼超大的 这是鲤鱼吧 超大的鱼耶 原本我以为爱心石都在水里 结果它是在桥墩上 你们有留意到爱心石在哪里吗 我们现在在眼镜桥上 待会我们就继续搭着路面电车 到其他的景点的小小的Vogue 就推荐给你们 喜欢请帮我按赞分享加订阅哦 拜拜